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姑娘却如此咄咄逼人 定要取他们的性命吗 花尽其用 也不算是辜负了他们 这樱花被做成糕点 吃进人的肚子里 满足了人的食欲 那便是起到了它的作用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帮你成全他们 不用你帮我 不是 霓儿 我 你别碰我 我 你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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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欣赏 你 Bunun 你啊 你又怎么了呀 你平日里欺负我还不够 还要跑来梦里欺负我 梦里面 那我在梦里面对你做什么了 算了 先放过你 以后再找你算账 对了 你怎么来瑞园了呀 因为 我想你了 别人听见了 听到我怎么样了 听到就会说 我参加竞标大会能走到今日 全是托您落王的福 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前日比试的事情 我可都听说了 用嘴花生 好了 你快帮我一起采花吧 好 霓裳 霓裳 不好啦 王爷 民女见过王爷 免礼 谢王爷 霓裳 宫氏局现在到处找你呢 说蓝州公主吃了你做的樱花糕 中毒了 小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快 快点 快 快点 快 围起来 你走 霓裳 小侯爷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拿着你做的那块樱花糕 去找心愿 他也觉得很美味 一时贪吃就吃了很多 谁知 没过一会儿就晕过去了 还语无伦次的说着胡话 我当时一下就慌了 就 就报告了宫市局 可 可是 你也吃了 你没事吗 我 我就吃了一块 刚才好像也有点头晕 不如 先将她关押在 宫市局的后院 待真相查清楚了之后 再做处置 骆王说得对 霓裳不会做这种事情吗 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宫市局统领那边 我会去说的 你先令人 将宫市的各个出口封住 以免真凶逃逸 诺 小侯爷 请您先去看看 宫主情况如何 她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性命不保释小事 整个宫市局 以及洛王殿下还有您 甚至大您 都要收到签连 哎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别人干吗 要走 你们给我轻点 怎么办 你别慌 快去看一下宫主 我带人 将厨房和物证封锁 若是真的有人陷害 定会刘友诚去 好 我马上就去 走 其他人 跟我走 其他人 跟我走 走 走 公主 怎么办呀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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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儿 太医 她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回小侯爷 我以为公主试了针 若毒性减轻的话 稍后便会醒来 可 若是 既是针 便可解毒 她会醒的 对不对 这还说不好啊 你个太医 怎么说话没个准头 若是公主醒不过来 你们所有人 都要掉脑袋 秦儿 小侯爷 那个霓裳抓到没有 她为什么要毒害公主 霓裳不会对公主下毒的 一定是她 她就是害怕公主 抢走了洛王殿下 才对她下毒 你住口 秦月 公主 你醒了 太医 快给公主准备 好 小侯爷 公主吉人自有天相 外向平稳 已无大碍 太好了 秦月 你总算醒了 可吓死我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 你吃了我拿来的樱花糕 中毒晕过去了 中毒 樱花糕怎么会有毒呢 公主殿下 我们出使大宁 大宁当以国力相待 万事小心才是 如今却让公主中了毒 此事关乎公主殿下 非同小可 公主应发证 请大宁严查此事 严惩下毒者 严惩下毒凶手 一定要抓住那个霓裳 肯定是她 不可能是霓裳呀 她不可能吓图的 公主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公主吃了她做的樱花糕 才中了毒 此人定脱不了干系 都说得没错 跟店干太有关系 严惩下毒 绝对不能放了她 绝不能饶了她 不能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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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放了她 公主殿下 霓裳姑娘 绝不会毒害公主 此事一定有蹊跷 请公主 万不可向大宁朝廷 交涉此事 容无依去找回真相 我一定会给所有人 一个交代的 公主小心 无依 你是在替霓裳求情吗 无依相信 霓裳姑娘是清白的 公主殿下 此事牵扯甚广 还请公主三思 新月 我也相信霓裳是清白的 不如就让我和无依 一起去查个清楚 事关公主殿下 岂能够儿谢 这不符合规矩 霓裳不过一见平民 若向朝廷交涉 为了不落邦交口时 必定屈打成招 逼她认罪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真相吗 不认识 我相信霓裳绝误害人之心 此事 你若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无依愿陪小侯爷 一同前往 好 老婆 本公主就给你们三日期限 我三日之后查不到真相 本公主只能知会大宁 给我们来找一个交代 多谢公主 封住厨房保护物证 任何人不得接近 不 听闻洛王殿下 自行处置了宫市局的嫌犯 不知是何用意啊 在本官掌管的宫市局 竟出了这样的事 必须严惩此人 袁大人 事情尚未查清 不以武断 本官听闻洛王殿下 和香草堂的霓裳相识已久 如今出了此等大事 洛王殿下如此作为 只怕是有失功允吧 本王并没有袒护谁 但凡事要讲究证据 证据 王爷 王殿下官刚刚查验了公主殿下吃剩的糕点 竟然发现 发现什么了 发现这樱花糕里含有重点 若是吃多了 又会造成腐蚀 樱花糕是霓裳所作 公主是吃了樱花糕种的毒 人种物种俱在 速速结案 给兰昭使团一个交代 高大人 今儿吃的怎么样啊 不错 不错 一会儿您想去哪儿啊 高大人 您看这账 怎么个意思 我来你们家店是给你们家脸 还给脸不要脸呢 周大人 喂 高大人 高大人光临饭装实在荣幸 怎么回事 竟敢如此呆懵高大人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苏老板总算出现了 现在要见苏老板一面 还真是不容易啊 高大人 是手下的有眼无珠 竟敢收您的眼泽 实在是对不住 您看哪道菜还合您的胃口 我找人送到您府 爸 苏老板现在 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 本宫还有事 先走吧 高大人 高大人 您慢走 苏老板 这高大人 在咱们店里吃了不少测吗 这一点银子都没给 这怎么向三位老板交代呀 参见王爷 你们先下去吧 诺 诺 霓裳 霓裳 你来了 怎么样 公主醒了吗 你放心 她已经醒了 那就好 霓裳 你受苦了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眼下搜集证据 我做的 怕是很难 而且这樱花膏 确实是我做的 无论如何 我都脱不了干戏 实在不行 我去求天家 只要你能脱身 就算薛绝为民 我也心甘情愿 傻瓜 就算你不做这个王爷 也无济于事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 这都是我下的 就算你薛绝为民 也不会作罢的 不过我相信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定会查出真相的 会没事的 小荷叶 您怎么来了 兄弟们都辛苦了啊 大晚上的还得手艺 来 喝点酒 去去寒吧 小侯爷 对 对不住 当班哪 实在不敢喝酒啊 这不就是个厨房吗 又不是什么机密重地 再说了 这里头东西 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把兄弟们都叫来喝点 来来来 这儿还有牛肉呢 谢谢侯爷 来来来来 兄弟们 来来来 来来来 兄弟们吃啊 兄弟们吃啊 谢谢 多谢小侯爷 多谢小侯爷 来来 放开了 喝啊 来 吃 我要吃那种真相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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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一下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装生时的碗药 跟装熟时的碗分开 王爷最爱干净了 这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每次用之前 还要再洗一遍 可是你从来都不洗抹布 碗是干净的 抹布是脏的 和不洗有什么区别 真是烂死你算 加得注意点 走吧 碗是干净的 抹布是脏的 然后再来 来 不是几位吃差不多了 该吃咋了 别呀别呀 这肉还没吃完呢 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谢谢少伙爷 过去小伙爷 来来来 接着吃 好酒 少啊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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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爷赏门球也不错啊 好酒 好酒 食物走了 你们吃着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有劳了 厨房内没有找到任何疑点 面粉 水 鲜料 我都一一查验过 均未发现有毒 如若这所有的过程 都是霓裳姑娘一人完成 那么毒 是在什么环节 进到糕点里的呢 如果毒不在食材上 那么 那么毒 就在工具上面 怎么可能 那我把我弄成了 明镜秘密宝 叫什么 好酒 好酒 一gon 叫什么酒 那个我躲起 你就着了 请你一个人 如果他省为了 对 就是李大利 这家鱼 这家鱼 可以了 你真是人 我们的汉 它是火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兰昭公主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整个宫室绝对要给你陪葬 大人心怒 温秀知错了 我也不知道那樱花糕会被小侯爷拿走 让公主误施 本来是要读臣执事 然后嫁祸给霓裳 不过还好 反正她现在已经被关了起来 又没有证据 就算神仙显灵 也救不了她 兰昭公主那边 还要麻烦大人您了 还有霓裳 绝对不能让她脱身 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就算不是为了你 这个烂摊子本官也得收拾了 前日公主殿下中毒一事 下官已经查明 是香草堂霓裳所为 霓裳对公主心生记恨 故在樱花糕中下毒 其心思之歹毒 手段之残忍实属罕见 惊扰了公主殿下 是下官之过 不过也请公主殿下放心 公事局绝不姑息此人 明日便将此人送至大理寺 速速处死 以给各方一个交代 霓裳没有下毒 下毒的另有其人 你说下毒的不是霓裳 可查到真相了 正是 洛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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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王殿下来晚了一步 下官刚和公主殿下说过 却是霓裳所 人证物证俱在 洛王殿下如此笃定 可有其他证据啊 我们说了 霓裳是被冤枉的 那自然有证据 袁大人别急 你们认为的真相 和我们查出的真相 好像有些出入 子萱 解释给二位大人听 把东西拿上来 小侯爷 这是要做什么呀 容我给大家编个戏法 大家请看 这小侯爷搞的什么马戏啊 弄得跟贴边卖艺一样 这是一块 从厨房找到的纱布 毒药就在纱布之上 这纱布经由毒液浸泡在晾干 被人偷偷放进瑞元的小厨房 而制作樱花糕 需要用纱布过滤花瓣 霓裳姑娘只知道食材没有问题 却不知道这制作糕点的纱布 被人动了手脚 事发当时 本王便让宫市局的侍卫封住了小厨房 使这作案之人 没机会拿回物账 而这纱布 就是从那里找到的 即便如此 谁又能证明这纱布 不是霓裳做的 问得好 把人带上来 跪下 这就是瑞元打砸的小杂役 厨房的纱布 就是她负责清洗晾晒的 说 你是怎么在纱布上下毒的 大胆奴才 还不如实招来 奴才将毒尖水 渗入到纱布之中 已经晒干 与铺头纱布无益 奴才认罪 奴才该死 量你这个小杂役 也没有这么大胆量 说 谁指使你的 我妹妹 你现在犯的是滔天大罪 说是死 不说也是死 趁早说了 省得林妹你全死 快 拦住她 宝贝 爹 这 是个公主必弹的 我把公主席都�zess弗了 宝贝 柯队 中文神 霓裳 霓裳 你受苦了 多谢小侯爷 不用谢我 能救你出来啊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骆王 新月 还有那个吴依 他们都帮了大忙呢 吴依 对了 你还不认识他吧 他呀 表面上是个冷漠无情的家伙 实际上呢 是个热心的侠义之士 就是他呀 在公主面前替你求情 还和我们一起 找出了真凶呢 霓裳 我送你回去吧 我想先去找臣执事报个平安 好 咱们走 是 把人都看得出 他帮你去 有个人的心 有个人的心 阿湖 将来还少得有麻烦吗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没想到如此愚钝 空长了一副皮囊 做这些事情你就得认 苏少奶奶还真以为 自己是金枝玉叶不成 我告诉你 以后给我识相点 过来 过来 别以为万官抬决 你就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你们苏家 不过是我养的狗而已 没资格和我平起平坐 你 和本王进行接待的 如今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连我也是难辞其咎 不过公主殿下已经痊愈 真凶也已自裁 所以还是不必惊动天家了 袁大人 你看呢 洛王殿下言之有理 如今国事繁忙 且兰昭使团也得到了安抚 不过还是不宜扩大事态 洛王殿下和袁大人的难处 下官已解 此事上报便会涉及兰昭公主 可是律法就是律法 下官不敢寻思啊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为难大人 不过兰昭公主中毒一事 说起来是那锦西小侯爷之顾 若是认真追究起来 倒是和我宫事局并无关联 但公主殿下是住在清柳阁 而清柳阁又在宫事局的管辖范围之内 怎么能说是与宫事局无关呢 袁大人 本王只是竞标大会的协礼 尚且愿意承担责任 但大人你却急于推脱 未免太过难堪了吧 下官不过是旧事论事 没有要把过时推给洛王殿下 殿下不必多心 洛王殿下 袁大人 此时不是争吵论责的时候 还是想想怎样写上奏的折子 向天家解释清楚吧 不用解释了 公主殿下无恙 下官着实欣慰 本公主并无大碍 本就无事 不用上报 也不需要什么交代 就此做罢 不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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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是上奏天家 说堂堂兰召公主 行为无状 贪吃中毒 穿出去让我如何自处 李官大人 你不会是想让我一笑天下 回去说父王责罚吧 这 公主殿下既如此说 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李官大人 还请网开一面 低调处置吧 是 既然公主殿下不想追究 下官 遵命就是 多谢公主殿下体恤 下官感激不尽 是啊 公主殿下 可是解了袁大人的 燃眉之急呢 多谢公主前来解围 不必谢我 又不是为了你 你倒真应该谢谢吴依 若不是他 你们也没那么快查清真相 吴依 多亏有你 才能让霓裳脱罪 在下替他谢谢你 吴依 你可帮了洛王殿下的大忙了 霓裳可是洛王殿下的心上人呢 不如这样 责日不如壮人 在下备酒一捉 还请二位赏脸一叙 再请霓裳和小侯爷 也好让他当面答谢几位 如何 你想见霓裳就去见 发生我们做什么呀 吴依依 我们走 请留步 霓裳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能认识像你这样的 侠甘义胆之事 就给他一个当面致谢的机会吧 殿下好意 无依心领了 但无依须随世公主左右 就不奉陪了 告辞 这无依 怎么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还是随他们赴宴去吧 看得出你们应该会很投人 公主不去 无依便不去 我去做什么呀 人家成双结队的 我去几步难堪 但公主 其实并无怪罪他们之一 难得有情人 我有什么好怪他们的 再说了 天下又不止欧阳子虞一个男人 公主能这么想就好 子萱呢 她 她应该是敷宴去了 人家两人好不容易见一面 亲亲吾吾的 她去爱什么眼 不许她去 让她过来陪本公主打猎去 诺 既然公主有小荷叶想陪 无依想告假半日 请公主允准 你要去哪儿 我 去见一位故人 行 转了 多谢公主 无依告退 客官 菜来了 好 我来我来 鸡汤了 就我磨一下 来 帮忙一下 客官 你们用 谢谢 大家的酒都买上了吧 买上了 那我们共同举杯 庆祝霓裳 大难不死 庇佑后 什么死不死 那会不会说话 要说吉人自有天相 那家王爷还没说 多长嘴啊 舅妈不必拒绝 把嘴鱼当自己人便是 对对对 都是自己人嘛 那我们为了吉人自有天相 我们干了 好 好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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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霓裳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才说呀 方才听得我直冒冷汗 是啊 霓裳 这当中稍有差池 你可就回不来了呀 那个小杂役 到底与你有何冤仇啊 为何如此冷酷 那小杂役 不过也是个顶罪的 可如今线索断了 想寻找背后害我之人 就无从追查了 依我看呀 你就是太过拔尖 用你舅妈的话说 数大招风 霓裳 你退出吧 咱不比了 没有什么比命中重要的 对 咱退出 咱不去什么竞标大会 既得老天相助 令我死里逃生 那我更不能辜负这天意 接下来 我不仅要继续比试 而且一定要赢 这样下手害我的人 到最后 也必定原形毕露 说得好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霓裳 绝不再让她受半点伤害 王爷 现在我们当然放心了是吧 对了 我应该当面致谢吴依大人的 听小侯爷说 是吴依大人在公主面前 替我说得清 霓裳 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吗 我从何处认识 他是兰昭的使臣 听说维林低调 我连他样貌都没注意过 来来来来 别光顾着说话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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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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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还给大家做了纸鸳呢 吃完饭 咱们一块去放纸鸳 好不好 太好了 我好多年都没有放过纸鸳了 待会儿我给你揉两手 想当年呀 我放纸鸳的这个技术啊 我排第二 基本没有人敢排第一 王爷 我敬你 这个好吃 袁翔 袁翔 你听我说 王爷 不是 我们俩也敬你一杯 这下 这下 我跟您说 您 霓裳 那我也感谢大家 最近让大家担心我了 那好 我们再共同举飞 来 王爷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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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你们都喜欢霓裳啊 难道我就那么差劲吗 谁说你差劲了 你可是我见过的 最好的公主 真的 那你说上我好在哪儿了 你好在 从来不把自己当公主 倒像是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 性情好爽 心真善良的小女孩 还是口快 拿得起 放得下 我真有那么好啊 当然了 那我这么好 欧阳子余看都不看我一眼 还有你啊 可可声声都是霓裳 我和那个欧阳子余可不一样 她是真的不喜欢你 我倒是觉得你挺好的 我 欧阳子余 你喜欢我呀 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反正 那个 就是 反正你就是喜欢我了 你要非这么说 那就是吧 那你说说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和你在一起 轻松自在 你从来不教训我 也不跟我说那些大道理 我说什么 你都感同身受 反正我觉得 这样挺好的 你 我也是 我虽然喜欢欧阳子余啊 但是 也不喜欢他给人 讲大道理的作用 还是你有趣 对吧 虽然我喜欢霓裳 但她总教训我 这么说起来 他们俩就应该是一对 都喜欢教训人 老天有眼 天道好轮回 这两个讨人厌的家伙 总算走到了一起 你说 这算不算为民除害 天色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那咱们说好 明日去骑马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那我先走了 不见不散 加油 走 我已经没理想了 io falou 我有个主意 咱们把纸鸤放走 霓裳的 fame 也就都放走了 好 大家听我的啊 一 二 三 飞喽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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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四 三 三 三 五 二 三 三 四 来 这么晚了还不睡 公主殿下 你走吧 走吧 本宫主君心里开心 陪你喝一口吧 你有心事啊 是今日见的故人 惹你伤心了 不是 正相反 见到她 我很高兴 那为何还闷不乐啊 她有了新的家 和爱她的亲人 她有了全新的生活 只是 这些都无关 你们当年是怎么失散的呀 无云之争 既然那么放不下 为何不重新成为她的亲人呢 她现在过得很好 我不想再去讨讨她了 那就在心里默默守护吧 万事皆有缘法 不强求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再相见 遥望多久心光 多谢公主开姐 无意好多了 无意 无意 我很欣赏你的才能 但我也知道 你加入我的使团 一定有你自己的目的 可否告诉我 或许我能帮你呢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只要公主愿意信任我 我便无患了 那是自然的 你相信吗 我会看相 我第一次见你 就知道你是一个善良正直 且信念坚定的人 这样的人 我们身边还有一个 谁啊 霓裳啊 哎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我对他借恨不起来吧 好啦 时候不早了 明日还有香料二十呢 早点回去休息 好 嗯 咱们 随便 撒